欢迎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参加由清哲基金会举办的古德曼佛学讲座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清哲基金会学术发展委员会的成员高明元 古德曼佛学讲座的目的就是在学术界与非学术性的普通听众之间架设一道桥梁 用异于理解的方式先让大家介绍佛学研究的方方面面 本次是第十九场的古德曼佛学讲座 也是这一系列当中本年度以中文进行的第一场讲座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演讲嘉宾是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徐胜新教授 徐教授好 徐教授的研究专长呢包括装子思想 先秦儒学 晚明佛教史 中国美学史 中国梦文化 他的代表作呢包括 我拿借到一本啊 装子三 看到了吗 这个装子三言的创用 及其后社意义 是一本 今天无处不同辖 明末清初三教会通管窥 还有一本在部署馆被别人借走了 叫做心知无对性 先秦儒学体现的文化性格 那从这一简短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徐胜新教授呢 是一位学贯儒世道三家的学者 那之前我们的古德曼佛学讲座的内容呢 大家都关注于佛学研究或者说佛教本身思想发展的一个方面 那今天呢 徐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装子与禅 那么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啊 一个是道家 一个是佛家 从而我们也能够有幸从 就是学习到如何从 佛家与道家思想汇通的这个角度来理解佛学 而且呢在我印象里面 宗萨钦哲仁波切也不止一次说过啊 他非常喜欢读这个庄子 那么我们知道 禅宗啊 其实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代表 而道家思想对禅宗的影响呢 其实也是学者们所公认的 那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呢 就是说禅宗自己 他们用道家的这个核心概念 道这个词来指代佛法 或者是空性啊禅啊等等这些核心的概念 比方说我们都听说过啊 这个平常心是道这么一种说法 那在这句话当中呢 道他指代的就是佛法 但是他并不是说平常心是佛 或者是平常心是法 但是他用是道这个词来说的 那么庄子与禅 会有哪些思想上交涉的可能性呢 那么我们就 我们下面就带着这个问题 有请徐教授开始今天的讲演 欢迎徐教授 谢谢高先生的介绍 已经把我设想这个题目的发端 已经帮我讲了一下 那我就开始 我先分享我的荧幕 谢谢 好那我先先说一下这个讲题的缘起 我先感谢一下清哲基金会 就是周苏清女士的联系跟清哲基金会的邀请 能够来古德曼讲座 讲这个算是很特别的议题 所以特别的意思是 这像刚刚高先生已经介绍的 就是在之前是纯佛学的讲座 那我们现在把两个 算是在中土文化里边 有点像是自己生产出来的 可是有一个是已经是结合过的 就是产这边是指中国产 他在我们目前的知识跟理解里边 都是把它认为是从 到家尤其是庄子这边 借用某种思想资源而结合出来的中国化的国教 那刚刚高先生也介绍 庄子跟就是中山仁波切 对于庄子的一点看法 我们非常有幸的在2020年 COVID-19大爆发的时候 那年年底我们有幸请到仁波切到台大演讲 那在场那场演讲 本来我们设定的讲题是 就是希望仁波切可以讲庄子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 那时候因为我们翻译人员方面的问题 所以最后还是请仁波切讲 他关于全球化还有社会价值 不过从那时候开始 当然就是在我早年的经历 庄子跟蝉 就是我自己分别注意的两端 那之后 因为仁波切这个机缘 我也很想 就是我们怎么样重新探讨这样的议题 那刚刚好基金会的邀请 所以我想就借这个机会来发表一点点 我个人的浅见 那我今天讲的 因为我想这个题目它可以谈的方向非常非常多 我想把今天整个讲题局限在很小的部分 第二当然我还是先简单说一下 这个讲题里边因为有个语言 所以我们事实上是还是要稍微谈一下它两者之间可能的关联 第二个我比较想集中在 一方面当然是庄子本身非常核心的议题 另外一方面是禅宗史上经常会被讨论的非常核心 甚至带有非常强的充值性的议题 就是我们的感性跟知觉层面 这个到底能不能直接通达开悟的限量性 那这个在双方文献上面 它们到底是怎么呈现的 或者在双方它们所呈现出来 这些事迹到底是怎么样表现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就会无法避开的 就是在比如说可能是公案或者是文字禅里边 或者是庄子的著作里边 这些文字或者是禅宗他们这些禅师他们的记 尤其是更像于诗的这样的记 跟庄子的人格境界中间 也就是说他们的人格形态有什么样的相似性 这是我想要做的第二个 第三个当然就是更回到很基础的层面 就是他们在语言观跟语言策略上 到底有什么样的相应关系 那这三者是大纲 也许有这样的顺序 也许有时候在讲的过程里边 我让这些议题是相互交错的 那这个我想在不管是议理的层面 因为我想在庄子跟佛教早期接触的时候 至少到周末罗史座下的僧照开始 他在写照论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很多的庄子文具在里头的运用 那这个都可以看是庄子跟佛教中间的关联 那格意在会员的例子里边 我们大概也都知道得非常清楚 那这边举两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是 他们在跟艺术创作方面的关联性 比如说把像《言语苍朗诗》画里边的以禅御诗 把诗的最极致的表现 跟禅重的精神把它结了起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禅在 就是在文化上面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许副官在中国艺术精神里边 也把庄子看成是整个中国艺术思维或者精神的源头 但他的源头不是唯一的 可是庄子在对这些画家或者是诗人文人 给他们更多的 那在这更多的启发 那在这两者我们都可以看到 庄子跟产在艺术上面 我觉得他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是他的重要性 其实不在于单纯提供某些素材 真正更重要的是说 庄子跟产能够引发这些画家 这些文人或者这些产师 就是他们真正能够具有创造性的 或者具有生产力这样的根源性的动力 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觉得我们很可以把握的地方 也就是说 那个在我自己求学过程里边 到目前为止 当然我不断地在进行了一件事情 但就是不断地要跟自己的过往的认知 或者是跟我们寻常的常识 甚至是学界里边的惯常的见解 你要说搏斗吗 或者是不断地翻新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工作其实都不断地在进行 而这个翻新当然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我们现在当然有时候会谈创造或创新 可是这个如果说它不是 不是有源头的话 这个创新可能只是一种怪异 那我们怎么样在 是 承接资源丰厚的传统的情况下面 还能够达到创新 我觉得是非常困难 可是庄子跟禅在我们可见的艺术史的源流里边 我们可以看他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些 不管是人格形象上面的 或者是他们创造性的动力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可以在 庄子跟禅中间建立某种关联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当代学术里边 我们当然可以找到某种仲介者 比如说是结构 结构跟庄子的并谈 跟结构跟产的并谈 我们也看到大量的文献 那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谈的项目 可是我们事实上是可以从好几个面向看到 庄子跟产中间可能的交涉 跟他们可以引发的意义 那就是我在引言方面简单做这样的说明 那再来当然我们已经引了一个开头 就是语言文字在禅中跟庄子里边的这个可能共通的面向 比如他们的语言策略 那在语言文字方面 我们当然其实在所有任何议题的出发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可以找到肯定跟否定的这两端 比如说我们在佛教对于语言文字的看法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找到一种对于语言文字的功能的反对 比如说像这个我想是非常熟悉的例子 我觉得在金刚经里边佛说伟成重 极非伟成重 世民伟成重 可是这个在解释上面 事实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两种很不一样的解释 一种就是把这样的表达 不通过我们去解析里头理路的发展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当这样三个句子 以这种佛说极非世民的方式出现的时候 它是为了要阻断我们一般思路的正常运作 而达到一种非言说的不可言说的 思理终止截断的状态 那这个才是这种截断的状态顿挫的我们内在经验 才是这三句话存在的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觉得这三句话是可理解的 可解说的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是以三句的发展 所以因为任何一个我们言说的对象 或只称的对象 不会有一个不可再瓦解的自身 就是它一定是因缘合合 就我们一般这么说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极非 就是我们任何只设一个对象 比如说我们就说围城好了 有一个不可破的围城 事实上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说的同时 必须再把这个 我们会认定这个对象再把它瓦解掉 就是它的极非 可是这个极非之后 这个它重新因缘合合 我们还是可以有某种 可以与世俗沟通 或者某种暂时性认定的 这个我们还是可以给予它某种名称 那这个是在俗地给予方便的状况下面 那就是某种意义上面可理解的 就是我们在面对语言文字上面 不管是像这样的例子 或者在禅宗里头 在道家里头 我们都会遇到很类似的命题 比如说语言不能传达到 那这个也是在我进入中文系最早的知识 只是说这个语句我想 或者说这个解释 我们大部分都是听过的 可是这个说法 我们稍微想一下 是可能是蛮有问题的 因为在里头有三个要素 这三个要素中间 它们到底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并不是那么清楚 比如说这时候 这个地方的语言到底是什么呢 道是指审呢 道有一个很固定的内容 所以语言没有办法传达 那什么叫做不能传达呢 如果说语言不能传达到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子问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让语言负担传达到的功能 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提的问题 或者反过来说 当语言不能传达到的时候 作为一个真正的命题的话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去设想 语言跟道中间的另外一种关系呢 如果说它不能传达 那还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子去反问一个问题 假设说语言跟道中间是完全隔绝的话 那么这个一样是在佛教史上面会被提问的 就是那么当佛陀在重新说法的时候 那么佛陀的内在状态 跟语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被设想 而这个被设想的状态 就是刚刚高先生在举我的卓著 就是我的博士论文 庄子三言的创用及其后设意义的时候 我的提问事实上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就是当我们去设想 作为一个像佛陀这样的人 或者是道家的得道者 当他要非得重新运用语言的时候 这时候他跟语言可以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好几个角度 去谈语言跟道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 既然是不管是庄子 或者是我们要谈禅师的记者 我们会遇到的情况 或者我们要运作 其实都会跟这个议题非常相关 就是语言文字跟道中间 他们到底可以有什么样的关联 撇开我们旧的这样的看法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常见的理解 来自于好像是有文献根据 比如说语言不可传达到 不是老子明明白白说 比如说老子第一章 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那不是老子已经明明白白说 可是在我们最新的研究 跟在我自己阅读的经验里边 这句话实际上是应该 而且是别有解释的 刚好跟我们一般的尝试是有距离的 甚至是截然不同的 那这个是这样引言比较方便于 我们今天进入的刚刚好 都是在看起来 好像是这个被否定的语言文字的层面 可是我们要去谈 从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开启 某些非常丰富的 非常不一样的内在经验 那这个到底双方 禅中禅诗跟装子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我们今天 我试图想要跟大家一起 前进的课题 好 那我这边在标题上面 用一个用根通物 本来在我PPT的设计里边 本来我前面还有一段小小的引言 那这段引言 我现在把它放到 比较后面的一个地方 我现在还是占用这个词 那我要用的是 装子一开篇 不只是它的第一篇 而且是它第一篇 最开头的一小节 那这节我想在场的 甚至是大等 一定都非常熟悉 就我现在 先简单稍微把它翻译一下 在北方非常昏暗的海域里边 有一种生物 所以是鱼 那通过人类的方式 给它命名的话 我们称之为它鱼子 坤这边我们先把它解释为鱼子 那这鱼子作为 它应该是胎生类的 就是鱼子 它就是会不断地长大 长大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没有办法估量 它的身长跟它到底有多大 接下来在形象上面 做一个非常剧烈的变化 就是它在我们眼前的形象 是化而为鸟 我们再通过人类的方式 把它命名为棚 这棚有多大呢 我们单单看它的背 一样没有办法估量 它的大小 当这只鸟 它从它的内部 生起某种像人类一样的 某种志气 而鼓动它的翅膀的时候 当它在飞翔起来的时候 它的翅膀的展开 就像覆盖着 其异弱垂天之远 就是覆盖着在天的两侧 就严格说起来 就是穷尽我们视野的 可能的边界的这样子情况 这只鸟在趁着 在六月的时候海上风洞 它就将要飞行到 南边的海域里头去 那这个南边的海域 装作给它一个解释 这是来自于生命根源的 最深的汪洋 简单来说 南边的天使也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可以邀请在场的诸位 就是请你们可能闭幕 大概15秒就可以 然后再把 我们就开始 然后请你把这一小段的 故事的形象 在自己的脑海中 稍微演练一下 那各位可以睁开眼睛 也可以持续你的视觉想象 那这段话很明显的 我本来在预计的讲授里面 本来是要用一个问题带出来 可是后来在改变我自己的 讲述的方式跟行径路线 我想在这段话里边 很重要的是庄子 很明显的不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条鱼 鱼变成了鸟 鸟飞到南边的海域去 这当然是有一个小小的情节 这当然也是里头非常重要的重点 因为这个重点主要在回应着 老子的有旋徒 可是我们要谈的 最先的不是这个很复杂的理论的结构 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根底 它其实在诉诸我们的观能 就是诉诸我们的视觉 也就是说这整个故事 它真要有意义的时候 那么这个直根于这个视觉的根底 它才会更丰富它的意义 而且重要的是说 当它诉诸视觉的时候 这个视觉其实不是要让我们看见 而是要创造或者是 变造我们的视觉经验 这个变造很严格来说 其实是一个还原的过程 所谓的还原的意思是说 我们其实本来就已经具备 而我们自己不知道 善用的某种能力或者是状态 所以当我们一般在谈 所谓的看的极限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明显 就是我们看向天空 看向天空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看到 一个弧状的盖子 就是盖住我们的视野的 但如果说我们是身处在大海之中 就是在四边都不见陆地的时候 这时候陆地当然不会变成 是我们视野的界限 可是同样的 这个海的边界的 那个小小的圈圈 一样会是我们视野 某种影响的极限 这是我们一般的经验 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时候 天空的那个弧状 跟大海的圈 就变成是我们视野里头的画框 可是庄子那边 其实做一件事情 是我们本来就能做的 就是我们事实上是可以沿想 延伸这条海边的这个圈圈 去设想 这个在这个边界之后 海去继续延伸 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事实上是可以设想 在这个天空的这个蓝色的背后 它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天空苍苍之外的 或者苍苍之上的 到底是什么 而庄子在这边 当他用昆尸大不知其几千里 也以一个没有办法 孤梁的视野的界限 事实上在变造 或者创造着我们的视觉的经验的时候 是把我们平常一定会受限于阻碍物 或者是画框这样的视觉经验 把它带到一个没有边界的状态 而这个没有边界的状态 我们在用庄子的话来说 就是无穷 下面这个若浮成天地之正 欲六七之变 以由无穷者 比起乌乎待哉是在整个他的第一大段话的结论 所以我们现在结出来的是 在他的第一大段的最发端跟他最后这个地方 他的主题事实上出现得非常晚 所以我们当我们用这个无穷的主题回来看 刚刚我们看这个小小的段落的时候 其实这非常非常明显的是 庄子没有用一个明明白白的概念 或者是理论的语言 他刚刚好是通过我们视觉经验的变造 而同时还原的方式 让我们知道 我们事实上是可以体验到某种无穷的经验 而这个无穷经验在一开始 他提供了三个 一个是我们本来的无穷 就是昆之大不知其几千里 另外也是变化的自在无方 这就是画而为鸟 我们事实上的成绩的确是可以在视觉上面看到这个 而是真正仿佛真的像是这样子的 那这是我们变化上面的无穷 第三个就是展开上面的无穷 就我们在谈中谈物境的时候 事实上会有很多的争议 就是物是一次物就成绩呢 还是有大物小物等等等等 那我们现在先不管这个 在庄子这边很明显的 当他说海韵子将洗蓝鸣的时候 这是我们在开展上面的无穷 这个宇宙无穷的广大 我们的生命的展开也一样是无穷困难 那这个要回应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回应到问题 我们先有这样的视觉经验 而且知道庄子一开始就从三个无穷八端 这个我们可以回来谈一个非常困难 而且非常根本的问题 就是我们所有人类这样的存在的有限性 这个有限性从佛教的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从苦出发 苦是什么呢 苦当然有它的具体的内容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 讲到极限当然就是八苦 可是八苦事实上我们就都可以把它理解为 对于人类的有限性的各式各样的分类 比如说无因事胜苦很明显的 它在讲我们存在结构上面的限制 就是我们摄受想行事就是有种种种种的限制 这些限制让我们感受到的那个没有办法突破 我们没有办法圆满的这样的限制 或者比如说像求不得苦 愿真会爱别理 这个其实就是事与愿违 也就是说我们在理想上面 或者主观愿望上面 跟现实上面不得不有的差距 像生老病死 当然就是所有存在它必然产生的衰变 而在这个衰变里边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生命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的自主能力是有限的 或者自主能力是有它的幅度的 这个都是限制 可是我们很仔细的来想 不管在佛教或者在庄子 就是真正的问题或者是困境 其实不在我们这个与生俱来的有限性上面 我们为什么用有限性性这个字 就是那个是本来的 我觉得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局限 就像我们刚刚在讲 一般的视野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会有这个视野的局限 我们会自动设定那个画框 可是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在 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离开这样的有限性 或者是甚至到极致的从有限性解脱 这个才是真正的难题 而这样的难题 庄子在它的第一段 事实上是以一个既言说又非言说的方式 它的言说事实上是带出我们真正能够跟它同步的感性经验 而这个感性经验我们的确可以体验到某种 我们与生俱来的无穷 所以它既变造又还原 变造了我们的视觉经验 而还原到我们视觉的能力 本来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这边可以稍微做一个初步的小节 就是我们这边事实上在谈三个要素 它到底怎么样通过庄子这一段文字来整合 第一个就是语言文字 庄子用的还是语言文字 可是它这语言文字里边连通到 也许我们是用第六意识去碰触它 可是这个第六意识的碰触 它其实是连通到我们的视觉 就这时候我们运用着两种的官能 让它连通起来 所以它用这样的第六意识的阅读文字 而产生我们在视觉跟感性经验上面的变造 或者是创造 可是这个变造跟创造 又带动我们内在状态的新的开发 所以这三者事实上是在我们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 它是在同一个脉络下面完成的 我觉得这个是庄子在语言艺术 或者语言文字功力上面非常高明的地方 它事实上是带领的读者 在我们自觉或不自觉的状况下面 通过这样的文字的带领 而达到那个就是跟我们的生命关联的非常密切的 这个有限的主题怎么样在非延收的状况下面 我们会有新全新的视野 这个全新的视野 的确可以让我们对有限性有一个重新的体会 也可以让我们平常视野的画框 能够得到完全的崩扑的状态 这是在庄子里边的第一个案例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那我一样把它放在用根通物里边 那这段话我还是稍微说明一下 这子齐是老师 那在第二行的子游是在这个场景里边 跟他对话的弟子 那在这段这个对话里面 当然是里头一样有非常丰富的细节可以谈 那我现在只谈里头比较小的 就是跟我们的用根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当然它前面其实在谈身体感的某种程度的瓦解或消失 那我现在主要用另外一个面向来看 我们怎么样想象那个在山里边的状态呢 不大块一气 大块当然就是大地 就是好像它在什么地方产生了某种气 这个气的流动我们把它称作为风 这个风当它开始吹起来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是听到好像某种可能阴影然呼呼的声音 可是我们真正听到这个事件的声音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山里之摧尾大木百尾之翘穴 这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树的各式各样上面各式各样的洞 我想在在场的大德 如果看中国画都很可以在松树上面 这个松树他们很喜欢在松树上面 画上各式各样的树洞 我觉得那个是一方面是一种奇特的表现 我觉得它的根源也是在庄子这边已经在说 就是我们在观察山林这些树的时候 这个树洞一样是一个可观察的美感对象 那这个树洞会有各式各样的形状 像我们的嘴巴 像我们的耳朵 像我们日常的用具 或者像自然物里边的那种 就是滴滑的地方等等等等的 那当它风吹过这些树洞的时候 它会产生各式各样的声音 像箭吹过的声音 像我们就是可能是像动物它呼叫的声音等等 或者像一种吸入的这种声音各式各样的 可在这些声音里边 他们声音可能会彼此互相追逐 追逐就是这个声音是有先后的次第 同时这些声音是可以重叠的 可以交叉的 前者唱鱼随着唱鱼 临风着小鹤飘风着大鹤 就是他们中间是可以不断的重重叠叠 我们事实上可以同时听到好几重不同的声音 最后这个一样是非常有意思的 利风计就是那种大风当它停止的时候 的确所有这些树洞 它们的原先发出来的声音就完全消失 好像回到这个树洞本身 这时候我们再也听不到风声 可是这时候风声或者是风 在我们的经验里边它会转为另外一种形象 耳朵不见是条条着雕雕呼 我们事实上是可以通过某种视觉经验 看到好像是那个耳朵听到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看到树梢 那个树叶的非常维系的颤抖 在那个颤抖里边我们听不到风声的 可是我们看到空气的流动 所以在这里头就是一样我们有这样的经验 那我想一样大家可以稍微在自己脑海中 再想象一下这样的经验 就是这个经验里边包含两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看到树洞的不同形状的差别 另外也是我们去想象这些风声 通过这些树洞后产生的种种种种声音跟变化 那这里一样的我们要说的是 庄子要让我们面对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事实上 这个世界是非常多样化的世界 可是我们在这个面对多样化的世界 严格说起来我们是很少看到真正的多样化 我们在面对这个多样化世界里头 我们一定会做出种种种种选择 哪些是我想看的 哪些是我不想看的 哪些是我想听的 哪些是我不想听的 哪些是我喜欢的 哪些是我不喜欢的 一定会有 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最常做的反而不是承受它的多样性 我们最常做的反而是做出选择 那这个选择是不是有一个一定合理的标准 是不是我们的选择一定都是选择贵的 而不会选择贱的 那什么是贵什么是贱呢 贵跟贱中间到底是依据什么来区分呢 那如果说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错的 可是对跟错到底是怎么区分呢 比如说语言不能传达到 我们觉得它是对的时候 那么有人觉得语言可以传达到 我们就会觉得它是错的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就是这个对跟错到底怎么被区分 所以我们最常看到的 本来都是经过选择 而且是经过非常小的标准的范围 去做出选择 而不是真正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多样性 所以装子那边事实上是刚好通过 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耳朵的特殊的接收能力 而让我们体会到同样一个对象 也是同样的速度 我们事实上可以有两种不一样的看法 当我们从局限在眼睛的经验的时候 这个速度是彼此个别 它们中间不会有什么关系 它们中间是你长得像耳朵的 就绝对不会长得像嘴巴 你长得像圈的就绝对不会长得像旧 旧会很深的 圈就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圆形 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时候 当然从形状来说 我们就可以分出的确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形状 可是当我们从声音来说的时候 这些声音它们彼此是没有这么明确的分别 它们可以互相追逐 它们可以互相唱和 事实上它们可以甚至是整个整合起来 而变成是非常美妙的风声或者是音乐 对于这些速度来说 到底我们把它看成是彼此个别的呢 是对的呢 还是我们去听到它们中间 它们能够整合为美妙的音乐这边 才是树洞的真实的面向呢 这边事实上它没有非常具体的说答案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很明显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议题 再来看它这段材料的时候 这个声音本身其实是也许是一个更好的 我们通过它作为一种媒介去了解 所谓的这些多怎么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已经可以看到 就是 这种子并不认为我们好像有一个独立开来 什么叫做精神 反而是说我们都可以借由各式各样的感官经验 而开启人在精神上面的眼光 所以我们这边在讲语言跟道 或者是感性跟明星见性中间的种种互通 接下来我们有这样的基础的经验 或者是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看禅师的这些做法 或者是他们在运用着灵活的运用着语言文字的时候 我们事实上就不会感到那么陌生 也不会感到那么有距离 那就是我之前说用根开悟的那个主题 我这边借用着原音法师的简洁说明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把历来的禅宗主师 尤其是在六根门头上面做功夫的这个 都整理出他们非常具有代表性 那我稍微说一下这段文字它的出处 这段文字出处是来自一个非常有争议的 楞严经在晚明的解释上面的争议 在楞严经的解释之前 事实上都是依据着天台的直观来的 那么到了焦光真剑出现的时候 他说你这个过去的天台直观的解释是有问题 所以他重新提出一个说法叫做舍世用根 他把舍世用根看作是楞严经真正的基础 那这个是在楞严的思想史上面 或者是在晚明之后的佛教史上面 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议 但一定会有赞成者跟否定者 那我现在是用原音法师的说明 他是支持焦光真剑的新的主张的 就是在楞严经上面他是有舍世用根的 而且这个才是他的核心 那什么是舍世用根 这边的根就是我们的六根 其实包括义根 就是这些禅师从六祖开始 六祖在跟那个要追着法医 法医跟伊波尔来的那个将军惠敏 就是当这个惠敏要夺取石头上面的法医的时候 他的手突然停下来 那停下来 其实我们如果不把它看成是一个 就是慧能的神通或者伊波 有什么样的神力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理解 慧能在要拿这个伊波之前 他事实上开始斟酌到一件事情 当我没有这个法 我有了这个伊波又如何呢 我有了这个伊波我就能够去传法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看 而这个他要拿伊波 而不拿伊波的那个状态就变成是六祖当下运用者 正于哪一个不思善不思恶 正于哪一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就你单单那刚刚到拿伊波 不拿伊波的那一面到底是什么 而这个就是在当下直接从义根指点 就是面对面当下的这个直接的状况是什么 那我想在场善知识应该都很理解这边的各式各样的 那如果没有 我觉得也能够 像我们一般讲的灵迹赫的赫 就是被谁一赫 就是老僧耳聋三是 就是赫 那树子就是那个天龙一指禅 在就是很有名的会堂祖星跟黄庭坚的例子 黄庭坚人先跟着一个禅师 那他在那边没有收获 那那个禅师介绍中那去找会堂祖星 那会堂祖星跟他说 就是相处一段时间 会堂祖星用孔子的话 就是乌尹乌尔 这是孔子说的 就是弟子们 你们认为我好像有什么最高你的本事 隐藏着没有交给你们吗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乌乌尔乌尔 无形不与二三子者 都是这样子的 那会堂祖星在 这应该是秋天的场景 就是跟黄庭坚在散步的时候 木熙啊 木熙就是我们现在的桂花 那桂花有 就是在日本的话 它就有那个金桂银桂 金桂的那个颜色是很漂亮 木熙其实就是这种桂花 当然就非常香 贵堂祖星问黄庭坚说 你闻闻这个木熙香吗 你闻得到吗 黄庭坚说闻得到啊 然后贵堂祖星跟他说 那么这个就是我跟你说的 无无隐乎而 我没有什么东西是隐瞒整理的 那黄庭坚在文的当下 跟天的当下 就当下有所领悟 他我们很难说 他真的开悟 可是真的 他的内在经验 就因此而被改变 那这个是从文物西花香 这个地方出来 那这是一个一个很算是出发点而已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从对于任言经的解释的 舍事做根 舍事用根是可能的 那我们接下来要用三组禅师记的例子来说明 就是我想一样 在场的诸位都非常熟悉 我想这个不用多说 就是在前 当然我用的这两个例子 他在他的语境上面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前面这个是在说 达姆未来词徒的时候 还有佛法言 也无 未来写志 就是达姆还没有来的时候 这个过往的事情 我们且把它割下来 几件事做么剩 你单单的当下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这个学生 这个僧侣说 我不懂你要问啥 就希望老师给我指示 然后这个老师给他说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那这个解释 圣言法师有很好的说法 他一方面是说 我们不应该去设想那么大空间 这是不切实际的 可是另外后面 圣言法师有很好的补充 就是如果没有这些一朝的风月 其实是不肯有万古长空的 所以当你不管有了一朝风月的体会 或者有了万古长空的体会的时候 当你有这样的体会 那么事实上你也都不需要再去问 在达姆来中途之前 到底有没有佛法这件事情 当你有自身的体会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不存在 那我现在要用的另外一个是 更清楚能够表达这样子的话语 就是岂可以一朝风月 灭去万古长空 就是岂可以万古长空 而不明一朝风月 那万古长空跟一朝风月 他们在我们的概念上面 它是两个分开的 一个是永恒性的 不动的 一个是我们当下性的 暂时性的 小小的经历而已 可是这样的小小的经历 没有这样的小小经历 的确就像圣言法师说的 就不会有万古长空 可是我们小小的经历 当它只是变成像一种 偶然性的泡沫的时候 这个偶然性泡沫 它一样不能够变成万古长空 所以在后面的这个 龙蒙清远里边 我觉得它的说法是 很能够把这两者 结合在禅中的精神里边 就是我们一定有 不断地贯穿着某种 不变的精神 这种东西 在禅师跟禅师中流言 可是我们如果以为 这个东西是绝对是一滩死水 好像是可以东西 不断地复制的话 这一样一定是假的 所以当它变成是每一个 对话的当下 我们生活的当下的时候 这样的一朝风月 我们实实在在的 明明白白的领略 这样的真实的感受 它一样是非常真实的 可是它又不能够脱离万古长空 万古长空也不应该 没有这样的一朝风月 这两者在龙蒙清远禅师的话里面 它就变成非常清楚 就是当它孤立为两个句子的时候 那么这两个句子 它原本代表一定是同时落空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者 很好的结合的时候 那么这个才是 我们整个生命的真实的样态 它一定会有某种永恒性的支撑 一定会有在永恒性下面的 小小的生活里头的 某种变化跟肢结 或者是变化出来的趣味 等等等等 这个才是在这个诗迹里边 被后来的运用里边很好的意思 那再来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开悟的案例 那这里头有两位法师 这个在讲大会中稿 他当初开悟的经验 这个是大会中稿 在讲他过去通过什么样的机缘而开悟的 就是他问他的老师讲一个云门的例子 那云门的对于这个产生的回答 就是说东山水上行 可是接下来环温哥 你们要说若天宁则不然 则不然就是我 如果说你要问我什么是诸佛的出身处的时候 那我会回答你 寻风自门 电阁 这里头非常重要是在于说若天宁则不然 因为他在这边在表达什么东西呢 这边在表达真正在禅师的这个 我们一般讲主人公 这个主人公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从云门来说东山水上行 是能够表达这个主人公的状态 可是对于 原物客情来说 我是真正要表达我的主人公状态的 反而是寻风自门来 电阁声音 而不是东山水上行 那这个开悟的经验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因为 当大会总稿用东山水上行这个来问的时候 他一样不明白东山水上行到底是什么 可是当他听到横物客情的解释之后 他一方面更能够理解 而且更能够接近 而且这个寻风自难来 定格声为良 更能够表达 在禅师里边那种真正能够达到 当然我们这边可以看成是两种不一样的高峰 就是离开我们一般的 面对这个世间的主人公状态的话 那个可能很难叫主人公 就连东山水上行都不是 可是东山水上行到底是不是参加几则呢 又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两个很重要的解释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就是不断的在学界里边不断的翻新的状态 第一个是荒木建物先生的说法 那在这个说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就他是讲说 前面这个有洞跟静 就东山是静态的 它会在那个 它是可以超越在我们世间的那个变动之上 可是到了寻风自难来 这个就是我们好像把那个思虑切断 就是显现洞性一如的本地风光 这个的确是把这个整个两个诗迹 或者诗句的那个差别 其实是看得太小 因为我们这边好像只有切断思虑 或者是动静的分别而已 那就是我很要好的朋友 就是大学以来最要好的朋友 廖昭先生 他就从荒木建物这边在翻新 我觉得他话是讲得非常好的 就是这个话在表面上 好像是有他共同的地方 比如说东山跟楼梗 都是长久不变的一种主体 就是电格是稳坐在那边 东山是一种非常沉稳的形象 那风跟水都是瞬间的变化 那东山水上行在讲那个行动的坚毅果决 那可是后面这个 就是廖老师讲的是很重要 后面这个重点事实上是在转换 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去说明 这个转换到底是什么 那我想在这边要特别说明 就是这里头的确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成中史意志 就是大概从马祖道义之后 这个主人公的姿态就变成是 是在禅食中间交锋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在这里头的两个例子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们其实一样不只是单纯这个情况 就是楼梗跟东山 他们不只是一个恒定不变的主体而已 东山事实上是一种快状物 就它跟周边的状况本身是一个完全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封闭性的状态 电格不是 就它的确是一种主人公的形象的比拟 而这个电格严格说起来 它是四面通透 这个四面通透 而不是隔绝在这个世界之外的一个 好像是非常魁伟而独立的这样的个体 其实不只是恒定不变 而且他们这个个体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在这边一个好像超越世间的所有的流变的状态 这个东山 它其实是跟这个水的确有一种隔绝的 而且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稳定而不受外来干扰这种状态 这时候我们能够真的隔绝外来的事物吗 事实上是不行的 所以在熏风自然哪也定格身为两个 这个记里边非常有意思的是 外面所有的讯息或所有的状态的流动或演变 它是会进入到电格中来 最后这个电格事实上是可以跟这个宇宙 事实上是互相通生计的状态 就是廖老师在说的那个转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就是说它不只是整个我跟这个世界是可以完整的流动的沟通的 甚至我们如果很清楚知道这边的熏风是什么样的意思的话 那个定格身为两个就更有意思的 因为熏风在我们四季的风里边 就是我们讲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它在四种风里 它刚好是最具有温度 可是这个在外界是一个就是最有温度这样的风 当它吹进电格的时候 它其实是能够经过主体的转换 这个主体是不是把这样的暖风看成是唯一的暖风 一方面它接受外界来的讯息 外界来的波动 可是这样的外界来的波动 经过电格本身主人公的四面通透的状态 能够把它变为真的能够让自己变成清凉的情况 那这时候就是一方面它是一个接受的 一方面它同时又是能够改变这样的种种流通讯息的主人公 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诗迹里边 这个主人公形象非常特别 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像是真正拒绝着 好像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流动会干扰我 所以我形成一种有点像是封闭性的 可是是非常的自在而高大的这样的形象 跟我们一样自在而平稳的形象 可是能够四面通流通透的这样的形象 是很不一样的主人公或者主体设想 那这是第二个 那我们这边当然我想大家都可以慢慢去体会 就是庄子里边也在不断提示着我们怎么样从语言文字到感性经验 到我们的内在状态三折的 经过这样的阅读这样的经验的改造 那同样我们是很 假设我们就通山东山水上行这样的一种典范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很难设想其他的可能性 现在有了熏风自然来电格生为人 我们就可以看出新的可能性 这样的主人公的内在样态 是跟东山水上行非常非常不同 好 那这是我们要采用的第三个禅诗的记者 这小段其实节奏是算蛮复杂的 它大概有前后两段 那后面又包含两个部分 就是用了两个在就是一个历史上面的案例 那一个就是大伯心前自己用的记者 一开始当然在讲那个吃了饭洗碗洗了碗 吃饭有神了其 就是在讲我们日常生活都是某种固定程序的不断的复制 就是刚觉汉子突然顿断 就是我们不应该把生命 并不是这边的这个 它后面还有说 比如说被人换教 洗 洗锅鱼啊 吃茶去 这些 这个其实都是禅宗典故 我觉得这个地方它是要 说我们不应该把过去的禅宗典故 好的禅宗典故 又把它看死 而且认为 这个它一定是更好 假设我们不明白的话 那么我们也可能把这样的原本用意很好的禅宗典故 又变成了一种没有根底 没有意义的不断的复制 而我们的生活常是这样 假如一个僧侣 他只能沉埋在这种日常生活的不断的复制里边 那哪里有从这种轮回出头的日子 好 知的从来不及就是你真正的生命内部自己有活水源头 这时候你就不用向外面去讨这个东西 讨那个东西 正如成东老母与佛同生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典故 这个典故最早是只有老母 老母是跟佛陀同时期的人 是我们最熟的那个就是供养佛陀的那个长者 就是己孤独员 他是己孤独长者家里头的管家 那这个老母因为他认为这个他的主人奉献太多了 所以他觉得佛陀是一个诈骗集团 那所以他对于主人的行径其实非常不满 而且他就发誓他不要看到佛陀这个人 他觉得这个人是这个骗子 可是佛陀为了要教化他 当然就到这个还有一个莫利夫人 就是要到这个吉伏独家去 这个老母当然知道佛陀来了 佛陀已经进门 这个老母要躲 要从狗洞出去要躲起来 都没有办法躲 他最后就用扇子把自己的脸遮起来 结果扇子变成像玻璃一样痛 所以还是可以看到佛陀 所以他就用手把自己的脸 就是他就要把目光回避佛陀 可是当他转到东西南北面的时候 佛陀就刚刚好在他的面前 所以他只好把用手把自己的脸遮起来 那遮起来的时候 他突然他的手指手掌全部发为佛陀的形象 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 可是这个承东是后来加上来 反正这个我觉得中国禅师 很喜欢做各式各样的创造性的补充 那这个地方在讲说 不用见佛时有些纳僧气息 其实在讲说 这是后来禅宗的发展 就是那个 作为一个生命之道的探寻者 你的内在一定要非常的坚强 这个见佛 如果说你自身就是佛 你为什么老是要向外逃索 求索 所以接下来他说你有办到人 就是你要自己能够承担 不要放他家觅食 我觉得这个话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甚至是最好的禅师 叫你洗锅鱼吃茶去 这些你都还是落在第二步 我觉得反而这样子 你觉得你跟着禅师的脚步 可是这样子反而是电路主纵 反而是虚声浪子 最后我觉得这个禅师是非常苦口婆心 他说那么到底怎样才算是 这样的主人工呢 奋力去冲开闭路 松前纸 截断红尘 我觉得这个诗迹一样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这个漂亮里边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几乎没有办法移动的植物上面 就是我当我们要去设想 像庄子那种大朋友的 在宇宙的无限的展开的时候 这个只能定点生存的植物 严格说起来就最困难 可是上天并没有限制 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奋力去 所以这个松它不只是有它独立的形象 同时是在这个生命的 就是你的志气的展开上面 这个天空或者这个生命之道 事实上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当你能够用这种奋力冲开去的时候 那么你的生命就能够自然的生长 这个松千尺 就是你的生命事实上可以让自己独立 而且崇高到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 对于我们而言到处都是阻碍的话 那我们就看那种最柔弱的水 这最柔弱的水事实上是可以把这样的坚固的大地 真正切开一条裂缝 如果说这个大地是个阻碍的话 那么这个水 我们像水一样在这个阻碍中穿行 而这个穿行无碍 甚至是能够自己遇山开山遇路 遇潮遇路开路 这种方式 所以到底对于生命有什么样的阻碍呢 这天空从来没有阻碍你 世间的坚固或者是世间的障碍也没有阻碍你 水可以自在通流 松可以自在增长 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禅师纪里边真正要呈现这样的精神 所以这个成东老母对于佛陀的不见跟拒绝 其实是一样可以是一种方案 我们通过这样的拒绝 真正能够把那些我们单纯只是为了好像是承接某种外来资源的状况下面 全部禀绝掉而看到自身就是佛的样态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这第三个禅师纪的例子里头非常重要的讯息 那这个当然都不会有唯一的解法 所以我个人一点点请见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是布兰库西的非常有名的雕塑 那我放在这边当作另外一个冲开避落松千尺的很重要的形象 那这个形象我会放到最后再来作为我们这个演讲的小小的结论 那我先说明一下这个它的背景 这个背景是在1927年布兰库西为了罗马尼亚在一次大战的阵亡者的那个纪念 就是做出来的雕塑 这个雕塑其实非常高 这个雕塑大概有30公尺高 那大概有我记得是17节 但好像有不同的算法 那我们最后会来说这个在我们今天这个讲座里边 希望他用它来做什么的意向 那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三个部分就是小小的总结 就是在我们之前看的这些具体的例子里边 我们把它提炼出来去谈双方的语言观跟语言策略 所以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说了 就是我们的尝试以及我们的知识 而且我们用这样的尝试跟知识去读很多 其实非常意义非常丰富的文字 比如说像道可道非常道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它约线在我们的已知的范围内 而且认为我们所已知的东西 跟这句的经典的意义是完全结合的 这个是我们平常的作品 那么在我们之前的例子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就是在庄子跟禅的这些表达里边 语言跟道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之前已经用三个就是语言跟我们的视觉的意象 比如说像变革身为良一种视觉印象 东山水上行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全部都是视觉印象 或者它全部就是我们的感官经验 可是这些感官经验通 语言文字感官经验跟我们内在状态的改变或者是还原 其实这三者是的确在庄子跟禅中里边 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 在同一个脉络里边的合一 所以这边我可以稍微说一下 就是庄子为什么要使用语言 这个语言事实上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回到禅中是 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两面 就是这些禅中的祖师 一方面又非常的具有内在的 就是很特殊的状态 可是他们当然我们也必须说 他们一定是无我 因为他们无我才能够记录 他的学生的内在的状态 而给予他们最需要的当下的点报 那庄子在使用寓言的时候 寓这个字就是在 严格说起来在庄子的用语里边 它是这个字包含三个意思 一个是隐藏 另外是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在讲房子 也是隐 比如说徐隐 宋隐 高隐 这样的隐 它也是我们住进去什么地方 可是这个住不是一个长久的站住 就像那种植物 就植根在这里那种住 这个住其实是我们是需要离开 所以它这个住是暂时的住 而这个住之后 它必须有一个离开而游动的情况 所以在庄子当他用这个隐的时候 它其实包含三个意思 所以寓言真正要呈现出来 作为这个得道者 当他在说话的时候 他必得有一个第一步工作 必须他先隐藏他自己 他必须变成坤 他必须变成鸟 他必须变成老师的子习 他必须变成学生的自由 他必须变成树洞 他必须变成风生 就是隐藏之后 他才有这种自身的变化的可能性 而这个自身变化的可能性 跟化而为鸟 其实是非常类似的 他又能够在坤身上 又能够在棚身上 又能够在风身上 又能够在树洞上 这就是他的转进 所以为什么庄子要使用寓言呢 正是因为这个主人公 本来就是可以跟所有的讯息 互相通流 状况一如电格声为 同时他又能够 不是单纯做一个接收者 他又能够改变这些种种 所以他能够在 他的经验内部把这些整合为 面对着人类的所有困难的问题 比如说有信心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接收这个世界 通常都是一个筛选式的 而不是一个融兽式的 这种状态 我们通常都是一个射兽式的 而不是一个创发式的 这些种种情形 他都必须通过 这样的方式来改变 他展现他自己的经验 跟改变我们的经验 而这个展现跟改变 他就会能够汇聚到 我们怎么样在跟原处 彼此相依的状态 就是我们这么说 那时间不太够 所以我在这边 稍微把这个跳过去 就是百丈的三句 他一样跟前面的金刚星的句法 是非常类似的 可是这边很重要的是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表达上面 除了形象化的表达 实际上的成组里头 他们一样用了很理论化 而这个理论化一定会有一个展开的模式 有初中上 这边很有意思的是 如果我们就有一个初 就若只说一句 就是第三行这里 令众生入地狱 这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只是很单纯的 看起来很素朴的 去教别人行善 或者是知道有善的这个情形的话 其实刚刚好是会 让人没有真正有办法开悟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教导上 一样是非常苦口婆心的 就是我们到底怎样知道 什么样的教导的程序 这个教导程序里头 它其实可以复杂的 让人改变他们的经验 那这个我们先这么说 那这个本来也是在庄子里头 一样有这种层层递进的三段体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除了离开形象化之后 他们一样有非常复杂的理论的表达 而这个理论表达 一样能够更新我们的经验 把我们从一般来说 认为那个一个单一的教导 就能够完成我们生命的变化 这个进入一个更复杂的程序 而能够就是开发我们 包括说在意根上面 我们能够有新的思维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都是 那后面我本来就是 后面的确本来安排 除了分别之外 然后就谈原观跟原策略 那另外一个最后 原先想安排 就是我在最近几年 比较关注的一个思想家 就是我们的方女士 那我们本来在这个主题里边 庄子于禅 最好的方式就是 我们 一定要包含着一个部分 就是不是分开去谈庄子的文献 也不是分开去谈禅中的文献 而是当有一个后来的人 当他非常自觉地去整合 说整合话 就是融合庄子跟禅 而能够把他明注得很好 我觉得他就是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这个故事 当然我想前半段 大家应该也都蛮熟的 就是有东郭子这个人在问庄子说 道到底在哪里 而且他希望说 你要把他讲得非常清楚确定 我才会接受 结果庄子在讲 道在楼椅 道在提拜 道在史庙 道在华壁 等等 那这边庄子跟他说 负责去问也顾不及止 就你事实上 你的问题是没有办法 真正切中这个问题的核心 我觉得你不应该问说 道在有什么地方 所以他接下来 在讲那个周片型三折 就是说 本来一个普遍性的东西 你一定要把它 你一个无限的东西 你要把它放在画框里面 我当然也没有办法给你这样的画框 可是你要求我给你画框 那我就在这个画框里头 严格说起来 我摆进任何东西 其实都是对的 这个是在这个对话里头的人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可是在这段话后面 就是在方语市的袍装 袍是制药的意思 就是他把庄子当成是药 那从这个 应该说药的药材 他把这个药材重新做 各式各样的组合 这些组合能够帮助人 离开我们在生命上面 各式各样的障壁 所以他把它叫做袍装 就把装子当成药 他药材 把它制成各式各样的药 能够面对各式各样的情况 那这个是 正是三一老人 吴应斌 是方语治的外祖父 那这边我觉得是非常漂亮 那前面都是概念性的 就物贵见 好好齐天 物有贵见 物有时贵有时 有时贵就是有时贵有时贵 那物有常便是 此圣贤之宅也 那前面到 甚至到神明用之吉利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他前三行 全部都是概念文字 最后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的是 他用一家矮然 主字统符 来总刮前面关于物的贵 贵 常便 我是贵 等等 这些的讨论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厉害的 就是一家矮然 主字统符 他其实又回到形象化 他其实讲一个小小的 我们在家庭内部的形象而已 而用这样的形象来说明前面的 物贵见 物有贵见 物有时贵有时贵 物有常便 这些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情形 那这个我想用一个 我不直接说这两个 当然很明显的是 我们事实上是可以用 这样的经验来设想 就是什么是一家矮然 我们可以比较 我们在听学校的古号乐队 跟柏林爱乐中间的区别 学校古号乐队 他们有时候那个乐声 是会零零落落 可是柏林爱乐不会 柏林爱乐不会 那这个不会 就是一家矮然 就是整个乐团 他能够非常高度的和谐 在一起就是一家矮然 可是我们现在的乐队 已经没 乐团已经没有办法离开指挥 所以主字统谱 是指挥我们这边 把设想为主 而这些演奏者 我们把设想为谱 主字统谱 主跟谱中间 当然是有贵见的 可是这个贵见 在实际上怎么分呢 我们当然可以这样设想 就是当一个乐手说 我不要听指挥的 我要自己来 独自走我的路的时候 那么这个一家矮然 是不可能呈现的 可是当这个指挥 说这时候需要 小喇叭出场 小喇叭独奏的时候 当小喇叭独奏的时候 这个小喇叭就是 在这个乐段中间 在此时当下 他就真正的主 他就真正的跪 而这时候指挥 也要通过这个指挥之后 他必须让自己退位 让这个小喇叭 真正发挥 虽然在他们的 rehearsal的过程里边 这个小喇叭怎么吹 事实上他们都演练过了 可是他们的确是 有时跪有时间 指挥发出这样的命令 就是统 当这些乐团能够 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 那么这个谱 当然就是他们能够出现 所以这个看起来像是 一家矮然的和谐状态的 没有分别状态 其实刚好是来自于分别 而这个分别的 组自统谱的情况 也是为了达到一家矮然而有 而这个非常能够呈现某种 就是既是这样子 又是这样子的 而且又是这样子 里头又有很多 可以复杂的变化的情形 用一个形象化的 一个家庭内部的某种 和谐形象的去表达 非常复杂的 关于贵贱长辩的 种种种道理 我觉得是把禅家的语言 开展到非常丰富 那当然不一定只有这个 就是在方语志里边 他还运用了某些截断式的语言 那这个是 这边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而已 就是在第三行这个鸡 你觉得他就是一个截断的 就是他方语志用了五六个例子 然后五个还六个 我觉得他不断地在 先陈述一个 我们在各式各样的 两难的情境里边 他全部用一个鸡来做结尾 那这样的禅宗语言 一样会在庄子的注释书里边出现 那我觉得这两者 就是截断式的语言 跟形象化的语言的 同时运用 一样是袍装里头 就是非常精彩的地方 那这是我们把它看成是 两者的融合 那这是我要做一个结束 就是我们简单的结语 那我想因为写上去 就不用再细读 那我后面要讲一个 就最后一个小小的案例 因为这个也是大家很熟的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不应该再出新东西 就是大家比较熟了 我们就可以 那这时候我这边要带出来的 是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再次提那个 有点像是框架式 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 在这里头 它出现了五六四的周 在我们的阅读习惯里边 我们会把它看得是同一个指射 那我们回来看 其实在庄子跟禅宗 当他在运用着符号的时候 他们事实上是很清楚 这些符号的变异性 比如说在前面我们举 就是 冲开碧落 冲开碧落 宋仙旨的那个 他在前面在讲那个 吃饭洗碗 吃茶去洗过去 那个其实就是禅宗 非常重要的教法跟典故 可是在他的用法里面 他其实又产生了变异 就不是那个好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也是 这边的庄周一样 他其实在 我们真的要去谈他的 他符号是一致的 可是他的内容 事实上是不一样 比如说像第二个 不知周也就是个周 其实在讲周的自我感 可是第一个 庄周梦为蝴蝶 其实只是在这个 故事里面发端 作为一个 整个事件的发动者而已 周与蝴蝶 则必有分析 作为他的结论来说 这个周其实就是 这个能够梦为庄周 又能够从梦境里边出来的 这个最后的 答案的提供者 或最后这个主人公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单单一个 庄子其实在 在不断的挑战跟训练着 我们对于符号变异性的 把握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子来看 而这样子看 才能够把握住 他每个地方 他要呈现出来的 这个主体状态的 不同的层次 跟不同的状态 不同的面向 好 那 我要借用我们 已经惯用的语言 就是在这个故事里边 林木大主 这个他单单讲 我们怎样进入物体 或者是事物的内部 这我觉得讲的蛮好的 可是这个蛮好的 跟这个故事的关系 是只有二分之一 那在这个故事里边 非常重要是 庄子从这个结合 跟进入物体的内部 它必须再出来一次 所以在整个故事里边 我觉得是非常完整去讲 关于万古长空 跟一朝风月 这个我觉得是 一开始先有一个 梦围蝴蝶 是真正进入这个 蝴蝶的内部 就是万古长空 可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周围蝴蝶 在必有分这样子 它才是庄周本身的 一朝风月 可是又要有 我们梦这样的经验的 一朝风月 才会有梦围蝴蝶 这样的万古长空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我要再回来 不然库兮的 这个无限之注 我要去讲这个人的形象 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历 就是第一个是 他在1907年 他在1906年跟罗丹认识 那1907年进入罗丹的工作室 罗丹那时候 他不只是自己达到 创作上面的高峰 我觉得他的同一个工作室 一样有 有非常优秀的 当时的世界第一流 雕塑奖 所以不管是从老师 跟他的同辈中间 就是不然库兮 他从罗马尼亚到巴黎去 本来是可以在这边 得到很好的学习的资料 跟得到很多的启发 可是他单一个月就离开 我觉得那个是 很重要 而且因为他在离开的时候 讲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 Nothing grows in the shadow of big trees 就是大树底下 是不长草 当我读到这个时候 事实上是非常震撼 而且非常感动 因为我们在世间法里边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 大树底下好遮音 什么是大树底下好遮音呢 就是你不是草都没有关系 你什么都不是都没有关系 就是你只要能够攀原上一棵大树 你在这个世间 你就能够自由自在 这就是没有办法 真正独立表现自己人的心态 而这个话是我从 就是学界边听来的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心态 可是 不难哭心 就是他待了一个月 他就毅然的出走 那当然有很多种解释 可是我更喜欢这个解释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特立独行人 所以我不应该依放在 这个大师跟依放在 我非常重要的 就是同行的身边 我应该独立作用 这是我觉得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形象是 包括这个他生平很多作品 像飞行的乌龟 非常的乌龟 还有像这个无限之处 他都是来自于 当然不难哭心他的家境非常好 他是他的家世很好 可是他的取材都是来自于 罗马尼亚很多的农民生活 比如说那种农具 这个是来自于 不难罗马尼亚他们的楼梯的栏杆 就这个栏杆 农具等等这些东西 我就把它看成是 罗马尼亚的万古长空 有了这样的万古长空 才可以有不然酷稀的一朝风月 而这一朝风月 也只跟你这样的万古长空 才能够有自己的壮力 好那以上是我一点点请见 跟大家分享 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十分感谢徐盛新教授今天的演讲 我们刚才呢 我在看到徐教授的PPT的时候 我看到里面有一句话 我给抄下来了 是说大会宗稿 他开悟的时候 他有一个评论 他说当时通声汉出 虽然动向不声 却坐在静落落出德 我感觉今天好像我也有同样的这种体会 这个就是虽然我也只是坐这里面听 但是呢感觉也是十分的畅快 徐教授的演讲呢 给我也引发了很多的启发 那我就想起来 就是在这个讲座之前 我在上网去查阅一下 就是徐教授的讲课风格是怎样子的 然后看到网上有您的学生啊 就说说老师的讲课呢 非常的细腻 说您讲课非常有深度 最有意思一句点评呢 说上他的课可以有爆炸性的收获 我当时在想这个什么叫做爆炸性的收获 那我相信今天可能在场的听众 也理解到了这个叫做爆炸性的收获吧 那么我想现在呢 可能各位听众呢 听完这个讲座以后 会有一些心得体会 或者是反思呢 甚至疑问 那么大家呢 可以把自己的问题 发送到聊天室的KF问答 我们呢会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 请徐教授为我们做解答 那我呢 在大家思考的过程当中 我想我先 慢慢弄斧一下了 这个做一点回应吧 那这样给大家一些时间去提问 第一个呢 就是说刚才听完徐教授的演讲以后呢 我一种感觉 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好像庄子他在 讲这种经验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一种想象的 基于想象的感官经验 那从通过这种想象呢 是从无穷的这个角度 从无穷看有穷 从无限看有限 他其实还是一个 对无穷无限的一个追求 一个超越 但是呢 禅宗的这些案例呢 或者公案呢 他们给出来的 基本上是基于日常经验 而说出来的 那也就是说 比方说在 红州禅当中呢 他们用的话说叫做 畜类师道 或者按照 曹东宗的说法 就是即视而真 那好像呢 就是说通过这些具体的事物 或者按照您说的 那个林木大卓 所讲的这个 进入物体的内部 从这个内部 进入了以后呢 来达到一个 内在的改变和还原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解 您怎么看 我刚刚在看聊天 那我记得我们之前说 就是提问的话 应该由您这边统筹 所以我现在先回应一下 在聊天室 有话的这些大等 我可能不是那么直接 回应你们的问题 那先回应一下 高先刚刚的提问 高先那个提问非常非常好 那这个答案也是 可能是我在讲解的过程里边 没有特别去分输的 因为我们在体会 无穷这个词的时候 其实比较把它 比较容易把它想象为一个 就是朝向那种 就是人力所不可及的状态 去开展的 可是在庄子的运用里边 它的确是包含着 我们不应该把 我们的有限性 作为我们整个生命 开展的一种障碍 那我觉得能够 只要能够突破生命的现状 而让这个生命现状 其实我们已经说过 这样的创造或变造 它其实更重要的是还原 因为我们不应该 在这个生命上面 增加什么东西 这个增加式的 或者是外加式的 这种植入 我觉得是在庄子 跟禅宗里边 他们非常有机会的 可是离开这个 他们又非常谈创造性 尤其是庄子里头的例子 在谈 我们去 他们里头有一个叫做 子庆的木匠 当他在做那个宗架的时候 那个宗架做的 他们叫做 就以鬼神 就好像是 鬼斧神功那样子 那的确我们是可以 做出某种改造 可是这个改造 都不会离开 他原本的样态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子来理解 无穷 就是他 特别看重在 我们怎样从这个点出发 而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呈现更 更深刻的内面 来理解 无穷 而不是单纯的向着 那种不边无际的状态去追逐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庄子跟禅宗 一样是非常类似的 就不只是他们在对于 感性经验的职根上面 就包括说对于日常性也是 那这个观念在庄子里头 的确是有的 就是单单用庄子的一句话叫做 为事不用而欲出拥 拥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就在日常生活里头 是真正在日常生活里面 实现着种种价值的 我想这个是在他们经理上面 必然共同的一面 非常谢谢高先生的提问 就很好很好的问题 谢谢您 谢谢教授 那我想追问一下 就是您既然在讲这个 道家和禅宗 这个思想上的这种近似性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它呢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应该比方说 把庄子的思想看作是 禅宗思想的一种构成部分呢 还是说只是把它看作 道家和佛家的一种共鸣呢 就是那换句话说 我们进一步问 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从禅 我们的阅读啊 是从禅的角度去看庄子 还是说从庄子的角度去看禅 这好像是说 这个最后您讲的这个 梦碟的问题啊 就是是庄子在梦这个碟 还是叠在梦的桩子 好 高先生的问题都非常非常好 因为这会涉及到 我们到底怎么样设想 因为我一开始也说 当我们在用雨的时候 就事实上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考虑 两个事物中间的关系 那因为讲座时间比较有限 所以我事实上是一个 好像是既有的 某家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我就很快把它带进来 那真正我们要去衡量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衡量 应该是重新开始 所谓重新开始是 我们不应该假定 任何庄子跟禅的关联 我们应该以禅是为禅 以庄子是为庄子 而在这个分别 面对的状况下面 假设我们真的能够体验到 它中间真的什么地方 某个点或某个面 或某个立体状态接上线 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了 那在那个地方 我们就不太需要再问说 那到底是庄子作为一个元素呢 或者是它们中间本有什么样的 共通性呢 我觉得或者那时候不需要再分 或者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去区分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现在当然比较能做的 当然都是一个 比较像是有机可学的 比如说像我一开始举个例子 像圣兆的兆论 兆论里面我们的确可以看到 庄子的语言 甚至某些意象 像野马 这样的意象在兆论里头的出现 那这个我觉得 我们也要去看 它很可能只是一个 就是传统用语的 在它的论中呈现 到底是不是庄子元素呢 其实也不一定是那么明确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 我们在找寻这个 有点像是它的痕迹 或者它的本源的时候 我觉得这两者可能还是要分开 有些其实只不过是痕迹 暂时拿来 因为它就是一个共享的文化资源 那有时候是本 就是在这个可能蠢诗 或者是比如说方语诗的体会里边 它真的看到了中间的共通性 而这个共通性 当然中间一样也会有差别 就像您刚刚的问题其实是有层次的 就是那也许在某甲 它所体验到的共通性 跟某一体验到的共通性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也应该把这两者 它们所体验到的共通性 再把它区分开 那这时候这个蠢跟庄子的连结 它一样是可以非常丰富的 多样化的 就不同层次的 而不同状态的 我想这样可能是 在我的体会里边 其实比较好 也希望您多多指教 谢谢徐教授 我们现在看一下聊天室当中的问题 那刚才徐教授讲到说 讲到老子的道德经的开篇 道可道非常道 那其实一方面我是在想 我们今天对比的是庄子和禅 那么有没有 就是说禅和老子之间的这种共通性呢 然后那另外呢 有一个就是听众 他来问就是说 听到一种说法呢 叫做道可道非常道 这么来阅读 《道德经开篇》这一句的 算句的方法 那您也说自己有一个新的想法 他想这个您再阐释一下您的理解 好谢谢 我们先说就是 这个我们应该先回到一个比较根本的 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两个不太一样的态度 就是他们一样都非常根本 就是我们对一件事物的看法 我们当然是可以从肯定出发 也可以从否定出发的 那在老子跟禅中间的关联 假设我们从肯定出发 我们大概会找到一些符合于我们肯定立场的讯息 那如果我们从否定立场出发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否定立场必然可得到的讯息 我不想这么说清楚 就是一开始我们事实上是会面临这样的一种基本选择 那在我的回答里边 我先从或者说我只从否定的这一面去说 就是我当然不是说他们中间没有共通性 而是我现在因为我不从语言这个角度去 去谈 因为如果从语言的角度去谈 我觉得双方是有共通性 就是他们是容许语言文字去谈到的这样的空间 这个已经是同的 就是在这个刚刚的演讲里边是已经陈述了 那我等一下会把这个变成是第二个问题去谈 我怎么样读第一个句子 那我现在谈不同的部分 不同的部分是很明显到后来的 就是在早期在禅宗内部跟经教中间 他们的确是同步的 就是他们没有那么明显的分离的 可是我们一般现在在谈中国禅的时候 几乎都是以就是南中禅 虽然说南中禅 北中禅 我们还是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我们主要以南中禅为主 后来包括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以六个门头作为禅室策略 作略的这个部分来说 它的确是更接近于庄子而远离于老子 所以我们这边在讲童讲义 就是同位谈了它的一部分 就是语言文字能不能跟 我们要谈的某种真理中间产生某种关联 我觉得这个是在老子 庄子跟禅宗这边 是有这样的联系的脉络 那如果说我们要从它的差异的话 那么庄子跟禅宗的差异比较少 就我们今天从好几个面向来谈 他们可被并联讨论的部分 可是老子的确在这个方面 他的文字当然因为翻译的缘故 对于西方人来说 他们都说这个是一种高度的诗意的表达 可是我们作为一个汉语的惯用者来说 脑子的语言距离诗意 事实上是有点距离 那我们是可以这么说 所以在这点上面 我觉得跟禅室的作略 或者禅室的诗迹是有距离 那这是我从否定的角度来说的 那我接下来要回到 就是对于第一句的阅读 第一句阅读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在我们的旧的读法里边 简单来说就是它是一个单一的意思 就是当我们惯用法都是 道可道非养道这样读 就是它是一个三三句 简单来说是这样 那这个三三句里边它就是一个 既不合于法的 而且就是把意思单一化了 所谓不合于法就是因为它是道可道 如果说它照我们一般意思就是说 那我先说一般的翻译 就是说那可被言说说出的道 就不是究竟真实的道 这是我们平常的解释 可是这里头它忽略了好几个情况 就是它其实是说道可道 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 那其实是照理说第一个句子 应该是可道之道非常道 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是一般的翻译 在我们也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是 在否定词 在古代语的否定词里边 他们世上都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用法 比如说无为是用无为来说的 它不是用非也不用不 它当然有无为而不为 那为什么要无为而不为 是因为它前后去要造成 一个更重要的真实的样态 所以它句子是这样的说 所以比如说我们讲 佛教的佛去掉人之边这个佛 佛在古代用语里边有它的专有用法 非也有它的专有用 那非就是不是一个全然否定的状况 我觉得我们这么说 那这个句子就变得很明显 就是它其实是在描述一个情况 就是道可道这样的情况 它有一个非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再加一个 有点像是限定条件 让它不应该那么快的直接等同于长道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要去说的话 它其实是应该是在谈两个状态 而这两个状态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因为那天高明道老师其实也在谈 就是古术事实上是没有标点的 所以这里头标点就变得非常重要 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通过标点 就到这个地方我们加一个逗号就很明显 它其实在讲道的两种可被开发 或可被观察的面向 第一个就是可道 它是真的可以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也不说这个道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从句子来分析的话 其实它是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要说明这个主题道可道 那第二个其实才是从这个可道里头 就说它的不完全否定的关于长道的关联 这样子的话这个句子才本身会变得很丰富 因为它其实是先说 这个道是先可被展开的 那就在这个可被展开的状况下面 我们应该再把它收回来 进入另外一种讨论 那跟刚刚的我们没有特别说明的 百丈三句子有点类似 就是你必须先有一个善在那个地方 那我们接下来必须对这个善在做某种观察 我们必须对这个善在做某种否定 那所以是有初善中善后善 那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非常类似的 那这样子讲某种意义上也回答了一部分前面的问题 就是那如果我们在同的角度来说 我们事实上也可以看到这个面向了 就我们对于事物的观察 事实上是变成是一个更复杂的状态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否定 我们回到最初那个翻译就是 那可被言说的道 就不是究竟真实的道 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的否定 那它对于语言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功能 或者是那个整个老子道德经所展开的那些东西 它到底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事实上它就没有更多的说明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刚也用方语师做最后例子 就是说那个完全截断那个在老子的语言 在庄子的语言 在传宗语言一样都出现 也就是说的确有某个地方我们语言用不上了 的确是有 那在那个地方我们就必须用它来截断 可是在这截断之前 它有一个无限开展的部分 这个无限开展的部分 它不应该马上立即了 甚至是完全的被毁弃 那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 那最后再补上一个 就是算是文献上的理由吧 就是我们这样读 当然就是就目前的这个状况 那老子的本子一样 在历代被改过很多次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为什么会被改动呢 因为我们在旧的说法 就是《道德经》五千言 可是实际上它是超过五千字 就五千多字 所以就有一些好事者 就根据《道德经》五千言 回过头来去改正老子里头 句子把它删到好像四千九百九十九 让它符合于我们对于它的期待 那在这些改本里边 当然有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里头一个 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别 就是他们大部分 因为内容是不能删的 能够删的大部分都是语气词 那这些语气词有些删的 也许好也许不好 可是一个删的非常不好的 其实就是第一个句子 这个老子他 我们现在出土文献 翻出两个非常 应该说两组非常重要的本子 最早大概是郭殿简 郭殿这个地方的除简 然后再来就是博书 那郭殿简因为没有 现金本的老子第一章 所以就我们不能算 在博书 博书我们说祖 因为它有甲乙本 不管是甲本或乙本 在第一章它的原文其实是这样子 可道也 非常道也 所以在最早的本子 就是那个没有把虚字 这种语气词把它删掉的文字里边 他其实已经在说 他原文本来就是 倒作为我们讨论的主题 而把这个讨论主题 分开为两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来分别展开 然后让他们产生更复杂的关系 而不是一个单一观念的表达 就是那么简单的 那可被言语说出的道 就不是究竟真实道 这样 谢谢徐教授 非常精彩 虽然时间也差不多了 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再稍微延长一点 因为我看聊天室里面的问题 还是挺丰富的 那其实接着刚才徐教授 刚才的这个解答呢 我也想追问一句 就是在您看来 这个禅宗跟庄子 他们如何看待这个语言呢 比方说这个语言是否是一种工具呢 像我们读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呢 看到说里面讲这个法语 那好像这个语言 我们使用了它以后呢 最后也可以去舍弃它 但是庄子跟禅宗 是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的呢 这个答案就是 在残门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的议题 那我现在用一个 就是在我刚刚讲的廖老师 他们那个团队 他们现在在写中国禅宗史 也许它是一个后代才升起的观念 不过想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觉得 如果我们单纯从合理性来说 我觉得这个合理性到 后来是慢慢会被发现的 我想是无妨 就在残宗史后段代到清代吧 我觉得他们在残门内部 对于关于语言文字 因为我们知道宋代 有一小段时间 文字禅非常盛行 是大概大会中稿出现的抗花禅 到红治正觉草洞的末兆禅之后 那个文字禅的风气才整个停掉 那大概往下 大概我们会开版 可是这个问题 因为到明末又重新兴起来 所以这个问题在城门又重新变成这个问题 那我们简单来说 就是我先用那个 就是人山极震的说法 因为严格说起来 我们不应该去考虑 到底传师用什么样的策略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应该问说这些所有的 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我们到底怎么用 当你用得好的时候 语言文字一样是可以用的 当你用不好的时候 即使最高明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所以问题是不在于我们可以用什么 或者说语言文字到底成不成 我觉得比较关键应该是 这个语言文字作为一个使用者来说 你跟这个语言文字可以产生什么样特别的关联 好就像我们今天的例子 我想我们也不用做理论的说明 就是今天的例子我觉得是蛮清楚的 像这些禅师当它在诗迹表现出来的时候 它并没有否定语言文字 也没有否定诗这样的一种表达形式 记这样的表达形式 当用得好的时候 的确可以传导到非常经纬的意思 有时候我觉得觉得这些 我的解释对于这些记忆来说 其实就是糟粕 我觉得这些记忆本身可以引发的 我们内在经验是非常宽广的 很丰富 而它这些丰富其实就缩在 两个很简单的句子里面 当然庄子也是 所以庄子并没有把文字看成 它的确有一篇专门在谈 道跟语言文字的格局 就是智北游 那除了这篇之外 它大部分都 其实我觉得它就非常活用着语言文字 所以我觉得这两面 一样都会存在在 庄子跟禅宗的间接里面 我们刚才也说 一定某种意义上面语言文字 会有它的边界 过了这个边界 不应该是语言文字作用的场域了 可是在到这个边界之前 语言文字其实是看谁在用 怎么用 而不是语言文字能不能用 谢谢徐老师 接下来我想把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 有一个人他问说 禅的境界有详细的修行实践方法 庄子似乎只开显了他体会的境界 却不特别传达如何抵达这样的境界 他想听听徐教授的看法 虽然我觉得我听了徐教授的今天演讲以后 我已经有了答案了 而且我觉得徐教授已经讲明了 如何去修行了 所以我就把另外一个问题 也拉在一起来问 就是说 可请教授分享 舍事用根 这个意识的事 舍事用根的实际面 与实践吗 感谢 我想这两个放在一起的话 可能能对您今天的演讲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吧 的确这两个问题可以某种意义上是蛮接近的 因为也许我的取材不是那么好 就是说让这样的庄子 它本来有的这种很清楚的 非常细密的功夫的进程 在我的悬材里边没有呈现 可是也不完全是这样子 就是我想在第一个用根通物 跟第二个用根通物的庄子里边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庄子可表达的 一个很小的侧面 庄子的方法是有的 就这个方法 它只是不是以一个 有点像是概论性的那种指导方式出现 它比较像是用文的话来说 它非常像是潜移木画的 那我觉得像潜移木画的这样的写作方式 是更困难的 因为它必须是在这个讲者本身 它对于我们整个六根根心智运作的状态 非常明了的状况下面 它才有办法以这种 难以恶惰的深度的方式进去 而以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方式前处 我觉得那个反而是非常困难的手笔 那第二个手势用根 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论言里边的 这个它在谈我们各式各样的定境 或者是观境的状况下面 它到底是我们的整个意识层面的 到底是哪一个层面来运作 我想它最简单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实际操作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在这边操作 可是作为它的具体内容 在我们今天的讲 就是简单的讲解里边 它事实上都已经包含在里头 尤其是原原法师已经把这些禅食作律 它在不同的表现 比如说在眼睛上面的表现 在听觉上面表现 在嗅觉上面表现 在意根上面的表现 其实都已经呈现出来 那我想这个已经有一个蛮好的总结 其实是不需要我紧上添花 大概是这样子 非常感谢徐教授 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聊天室里其实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作答了 那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徐胜新教授 今天的精彩演讲也回答 谢谢您 谢谢庆祝 古德曼佛学讲座每月举办一回 我在此做一下简短的预告 下个月的古德曼佛学讲座是英文厂 主讲人是Gareth Sparham博士 他演讲的题目是十万颂波罗波罗蜜多 另外今年的下一次中文厂古德曼佛学讲座是在8月份 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姚志华教授 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古德曼佛学讲座 相关的讲座信息会在清泽基金会官方网站 古德曼佛学讲座的页面 脸书微信公众号上面持续更新 好 再次感谢徐教授 谢谢大家的参与 祝各位周末愉快